大家好,很多花友在秋冬两季养护茶花的时候会发现 你的茶花的叶片它先从叶间或叶圆这个部位开始出现一个胶枯的现象 然后其会逐渐的往后扩大直至你这个叶片会枯萎脱落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叶片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花友在秋冬两季觉得温度下降了 这个茶花它对水的需求降低了 然后就会导致可能很长时间没有给茶花浇水 导致茶花盆土出现了一个极度缺水的现象 那么茶花盆土极度缺水 植株根系吸收不到水分供给这个叶片来生长 那么叶片就会因为湿水严重而出现这个胶枯甚至是直接脱落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气温相对比较低的环境下 大家也不要忘记给茶花浇水 虽然这个时候茶花盆土对水的需求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因为天气比较干燥 茶花绿是比较喜欢一个相对比较湿润的生长环境 所以如果盆土长期缺水对茶花生长是特别不利的 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发现盆土干了就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浇水 而且一定要浇透水才行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茶花已经出现了缺水严重 叶片枯萎脱落的现象我们又应该如何解救呢 这个时候解决方法呢就是我们先用喷壶 给这个茶花呀 叶面上呢先给它喷喷水让它从叶面上先补充一些水分 然后盆土表面呢我们也先给它呀慢慢的先给它喷上一点水 让这个干燥的这个土壤呢先吸收到一部分水分 先让它呢能够慢慢的变松软 然后等到这个根系呀 先慢慢慢慢能够恢复一些吸收功能了 后期我们再来给它浇水 但是要注意这个时候浇水不能够一下的过多 以免根系过分的吸水出现撑爆根皮的现象 我们要逐渐的增加浇水量和缩短这个浇水的时间 这样呢茶花的根系呀就会慢慢慢慢的恢复一个正常的吸收功能 叶片呢吸收到足够的水分 慢慢的也就会恢复生机 后期呢还是能够正常的长出鲜叶出来的 所以呢在现在冬季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 大家也一定不要忘记给茶花补水 要不然的话呢茶花就会出现叶片胶枯脱落的现象 那么如果后期特别严重的话呢 可能也是无法恢复一个正常的生长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见